試試看 以前我們玩兒子在高校時 以前學校就說車有誰 來成立陸對志工 傳聞到成立讀書館生代書 我們入隊志工因為 二十歲 落後生 年輕人有人爬不起來 比較沒人爬 所以入隊比較輕志工 我剛成立開始嘴嘴到這句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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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感想是說 人家安全最重要 那車十多 歐兜牌十多 三十兆 有時候在高路隊 我們如果有的 他也不幫你搖 所以人家的安全 我們本身人家的安全 他如果安定 我們就好開心 就最好歡喜 謝謝學校給我提名 表揚 謝謝感恩 我坐後 我們每天這個入隊 這個也很開心 這志工也很開心 有時候沒有 外公才資源 這樣 天氣熱多喝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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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一個肌炎 然後就跟朋友一起出來 覺得小孩子的安全 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 以前都是小孩子 都給別的家長來服務 後來我自己退休沒做了 就出來做服務大家 小朋友 覺得蠻開心的 再見 不客氣 阿波喝水喔 我服務八年了 越做越健康越快樂 之前腳都是會痠痛嘛 可能就服務之後有運動吧 就現在痠痛反而減少了 其實我們人美那個年輕的志工 我反而更欽佩他們 他們要照顧小孩又可以出來幫忙這樣指揮 真的不容易 覺得他們很需要鼓勵 我還跟他們在隨行中 痴公爸媽mu 痴公爸ka 謝謝痴公媽媽 痴公爸爸 谢谢志工叔叔阿姨 谢谢志工阿姨叔叔 谢谢志工阿姨叔叔阿姨